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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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便他们谈多久派什么人谈都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除非不了解柯文哲或者不了解柯文哲的支持者 那才会跟柯文哲这样做过震惊的 好像金捕冲去跟黄珊珊 周一修这些人去谈 对 就是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具体的抱这么大希望 当然就是中了柯文哲的忌嘛 就是柯文哲不是在国军英雄馆讲说 蓝白迟早要喝吗 那个时候蓝军一片欢呼兴奋 我那边就跟小军你说不要为这句话给欺骗了 因为柯文哲永远是讲欺骗的话 因为他完全是按照当时的情境他讲的 然后呢如果了解他这个人就会把他看穿 不了解他这个人就会把他看穿 你看他最近讲的话就是如此啊 你看他最近又讲什么呢 说我如果当选总统 我就把那些什么建国造的契约全部公布 你看看那些不了解他的人会不会很爽 对呀 就要这民进党都不公布契约嘛 以前都没有现在全部公布了 就表示可以不贪污就很 哪有一个国家的国防 可以把所有的契约公布 这个就是骗人的话术嘛 是 那比如说他说我将来要做内阁制 这个然后组则联合政府这样讲的漂漂亮亮的 让大家又觉得他很棒 可是我请教你内阁制的总统是虚伪元首 你觉得柯文哲会甘心乐意做虚伪元首吗 他当选总统以后然后组一个内阁 然后他什么权力都不管 然后我们再想刚才那句话 我就把所有的契约公布 这两句话就矛盾了嘛 你没有权力你怎么契约公布呢 是是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所有的 所有的本性就是如此 那你如果不了解柯文哲 你就会被他骗就像这次金服中 所以金服中谈完以后 听到柯文哲讲那个 然后他忽然吓一大跳说 怎么昨天谈得好好的 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是 那如果你了解柯文哲 他就这样子嘛 你看当时跟远雄一样的 他找人去谈呢 然后谈完了第二天他就在电视上 就骂远雄一顿呢 然后你知道骂完远雄以后 你知道他干什么 他就偷偷摸摸的去跟那个远雄老板去谈 所以什么黄珊珊什么周渝修 这些都是骗都是骗社会大众跟骗国民党的嘛 然后那个金服中还坐骨正经的坐内谈两个小时 对 这不是这不是好笑吗 所以我今天不谈他个人啊 因为个人谈太多了 那我今天要谈一个趋势 嗯嗯 蓝白河的趋势 蓝白河是一个不会成型的趋势 我先把结论这样讲 嗯嗯嗯 不会 对 今年20232024不会成 20272028不会成 嗯 都不会成的趋势 我常常跟小军你说 特文哲是DPP的复兴 嗯 这样讲虽然口气有点细虐 是 可是这句话 完全是对应的 这十年来的发展 嗯嗯 跟未来的发展 所讲出来的一个趋势 是 所以我今天讲是 我不讲术 什么叫术 嗯 术叫战术嘛 是 战术的意思就是我赢一场战争 还是赢个 赢一句话 嗯 术比如说国民党提初选方案 柯文哲谈民调方案 对 提这些根本就没有意义的 因为那个是 是 根本不在河上面 嗯 为什么是不在河上面啊 这一点小军你要听我慢慢说 嗯 大趋势 根本不在 蓝白河的路上 你怎么可能河呢 什么叫不在蓝白河的 这个要从 二十年前开始讲起 嗯 二十年前的总统大选开始 就是陈水扁送处于 跟连战 嗯 二十年前就是二零两千年 然后两千零四 两千零八 两千一一一二一八 二二 啊 这不是 两千零四 零八 啊 一二一六 然后到今天 啊 总共叫七八次的选举 小军你要永远记得这一个趋势 嗯 总统大选到今天为止 第一个趋势就永远是本土跟非本土的斗争 本土跟非本土的竞争 所以陈水扁而且这个竞争的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从原来的四十六十 就是非本土有六十八的 嗯 啊 就是连战加送处于那时候还可以拿六十八 嗯 一直到今天 到蔡英文 差不多本土跟非本土差不多都已经快平手了 再差再差 也是四十八四十七比五十二五十三 换句话说快平手 本土跟分北土啊 嗯 二十年台湾的选举永远只有这么一个主轴 嗯 本土势力跟非本土势力 既然有这么一个主轴 嗯 那 为什么跟蓝白河有关呢 是因为如果柯文哲是绿营 嗯 柯文哲如果是属于绿营的 那蓝营就躺的当选 嗯 如果柯文哲是蓝营的 绿营就比较稳定 就像现在这个状况 嗯 柯文哲原来是绿营啊 对 八年前 嗯 2014年的时候 嗯 2014年底 嗯 他是绿的 纯绿的 嗯 他是默略 他是民进党礼让他做市长 嗯 他是2018年的局面改了 那是一个关键 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段历史 嗯 2018年 他爱英文跟很多人在商量一件事情 我也有参与其中一小部分 嗯 因为我曾经帮过2014的柯文哲 是 然后呢我又在小英基金会 我也帮过小英选2016的总统 当时小英就在一个问题上挣扎 嗯 就是2018还要不要跟柯文哲合作 嗯 可是当时就有一个思考是关键 最后推了姚文志 就是什么关键思考 什么关键思考 那我说他 文哲不能让他永远是绿营的 嗯 因为他 已经显露出 他不听话 因为2011 不是2018 2016 2017 嗯 他大概就显露出来 他跟民 他不会 臣服在民进党 这个故事很长 我就不讲 故事太多啊 嗯 一个事件 两个事件 三个事件 嗯 也就是柯文哲 已经不服从绿营 嗯 所以那个时候 蔡英文有一个挣扎 要不要跟他继续合作 如果不合作 海北市会丢掉 嗯 可是继续合作 和文哲就会成为绿营的心腹大患 嗯 所以最后在战略思考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是 嗯 就是那个是 嗯 这个结论叫什么 我用白话文讲啊 嗯 把它推向蓝营 把它推向蓝营 嗯 所以就不提名他 直接民进党推着姚文志 呼唤绿营自己的人 嗯 支持姚文志 要支持柯文哲 嗯 柯文哲 后来当选了 你看看后面那四年他的表现 你有没有注意到 嗯 他完全因为他的程度 他没有战略思考的人 他完全不知道 他以为 很得意 你看看 民进党推一个人 我还是赢啊 所以他就更 更快速的跟绿营翻脸 嗯 嗯 所以 这个就是我刚才特别说 那个是 嗯 永远是本土跟非本土的竞争 台湾永远是这两条线 然后呢 我们只要把柯文哲推向非本土 柯文哲就会分裂 尝试分裂来赢的票 嗯 上一次大选 柯文哲因为郭凯明的关系 就活蹦乱跳了一阵子啊 嗯 后来没有出来参选吧 他本来要选 你还记得吗 他本来要选啊 本来跟郭台铭搭档 对呀 本来他上次参选 就会 让我现在讲的这个蓝白 不能和有利于绿营的这个战略 方向战略趋势 上一次四年前就发酵了 可是柯文哲没选 可是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包括绿营的 也都知道柯文哲 他是要选总统的 他甚至于可以跟郭台铭合作 不管跟不跟郭台铭合作 蓝营确定会分票 那所以我现在讲第二个问题 就是除了战略这个方向 就是要让蓝营的选票分裂 共点 在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 蓝白 就是柯文哲如果出来竞选总统 蓝营会不会跟他搭配 然后来跟他合作 这个涉及到另外一个 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 我回到今年年初侯友宜的民调 主治中天啊 39% 40% 今年年初侯友宜的民调 你还记不记得侯友宜其实 其实是跟赖清德不相上下的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国民党并不在意你柯文哲 他们完全不晓得 那个时候 侯友宜大概都有民调30%以上 虽然大多数都输赖清德 可是距离不大 所以蓝营根本没有把柯文哲 跟他合作的心态放在心里 这接下来就是一个重点咯 蓝营因为不知道柯文哲 本人他不熟 金补丛恐怕连见都没见过他 伯利伦恐怕也就是这样子 在公开场合见过面 蓝营几乎没有知科派了 简单讲 所以他们根本不了解 柯本人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叫什么因素呢 就是柯的支持者成分究竟是谁 柯本人是一个问题 对 这个问题我就不要多说 我曾经说过 他是一个永远不会当副手的人 他宁愿跑到地下室四楼 他也不愿意在外科部做一个什么副的 不会的 那更重要比柯这个人 更重要的是什么问题 就是柯的选票是谁 小军你已经 今年选举都现在只剩下100天不到了 对88天 你也看过无数的民调了 请问你现在可以讲得出来 柯文哲的支持者的成分是什么吗 如果以这个趋势来看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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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我两年前就去做民调 专做民调 不是做总统民调 去专门做柯文哲支持者的民调 去了解他的背景支持率到底从哪里来 是 那个时候他的民调 包括最重要是民众党 已经有十几%了 然后柯文哲的总统民调也超过10%了 差不多刚开始 就是12 13这样子 那个时候侯友谊很高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想了解柯文哲的选票结构 所以我两年前就用科学的方法来去了解支持他的这个选民的分布 我们就开始得出一个结论 我过程不讲我只告诉你结论 是 就是 柯文哲的选票 已经几乎没有了 你要晓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 如果没有这个发现 我们不会确定 有柯文哲还是没有柯文哲 是有利还是不利哦 我们发觉柯文哲的选票80%都属于蓝比 用更精确的来讲 就是中间偏蓝 这样子讲 现在更明显 所以你下次再看 民调的时候 你特别看一下 绿营的 叫做绿营的民调 不要光看民进党 民进党没什么好看了 为什么 因为赖兴德已经拿九成了 对 对 柯文哲只有一点点 三趴两趴五趴 那个不要看 你去看绿营的 包括时代力量 包括激进党 包括自称自己是偏绿的 柯文哲没有这方面的票 柯文哲已经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票了 刚开始时代力量他可以拿50%以上的票 对 因为黄国昌啊 因为那些馆长啊 所以这些人是和 所以你看馆长的 叫做馆迷吧 其实跟柯文哲的选票 有相当程度的重叠 所以你只要 做过理性的分析 你就知道柯文哲的选票基础 既然知道柯文哲的选票基础 那选仗就很好打了 是 为什么选仗很好打呢 就很简单吧 就是鼓励柯文哲加油 就这么几句话 柯文哲加油 五个字 是这样 因为他可以列解 列解蓝营的票 柯文哲那个时候只有 因为柯文哲那个时候只有12% 13% 想办法把他拉到20% 蓝营就要死定了 是 可是柯文哲的蓝营的票 永远超过不到35% 就蓝营得的票 所以不要怕 那这个 尽量拉 那请问一下 2022尽量拉 拉了黄珊珊之后呢 拉到陈时中败选 这怎么解释 那个不重要 地方选举真的不是很关键 陈时中选举完全是因为 时事的关系 台北市本来 就是属于 蓝绿平盘 甚至于蓝多一点的盘 可是 黄珊珊 并没有那么蓝 它可以有少部分的绿 大部分的蓝 而且这一部分 少部分的绿是什么绿 是叫做中间偏绿 可是柯文哲已经完全没有这个票了 黄珊珊不等于柯文哲 就很容易抽离 完全不等于柯文哲 而且这只是台北市 对 而且这只是台北市嘛 你叫黄珊珊来高雄选选看嘛 是 很简单嘛 台南嘉义随便他选 但是 京北也可以啊 他当选不了嘛 因为他拿男的票不足以 挖过 扳倒 正统男的那个叫什么 蒋校园 所以你就知道 不是蒋校园啊 叫蒋万安了 对不起啊 他的男的票还没有大到会扳倒 是 那是我们看看这次总统选举不一样嘛 你看这次总统选举啊 是 胡友宜为什么原来那么高 三十几% 跌跌跌跌跌跌 跌破到十几% 然后又回到二十%上下 为什么 小军你有分析过吗 那个民调的上下 胡友宜到底怎么下来的 我告诉你 但是我也很吃惊 我也很吃惊 胡友宜怎么没有挡住柯文哲 让他继续往上标 把蓝的挖到里一塌糊涂 居然挖到深蓝 就是寒粉 你知道这个结果 造成了一个胡友宜什么样的大错 你知道不知道 是 因为柯文哲的上升 胡友宜犯了一个大错特错的错 什么错 他没有把柯文哲当成敌人 就是他呢 往深蓝靠拢 他开始往战斗篮深蓝靠拢 好友宜当时为什么可以在蓝军的候选人不管是谁 可以跟赖清德并驾齐驱 是 最最重要的背景是 他可以拿到绿营10%到15%的票 国民党无人能出其诱 是 所以 柯文哲都拿不到 所以侯友宜来讲 他拿到绿营 所以刚开始 小军 所以刚开始 赖清德拿民进党的票跟拿绿营 他拿民进党的票只有85% 83是85% 绿营的票他只能拿75到88 有一部分绿营的票到侯友宜 那是一年前的事情 没错 没错 那个就是侯友宜的民调高的主要的关键 他可以列解部分民进党的支持者 所以国民党的人都觉得侯友宜应该有机会板过来清德 因为他比较忠信 他可以拿绿的票 结果他犯了一个大错 为什么犯大错 拜柯文哲处刺 柯文哲把他逼到深蓝那里去 他本来不想表态的 他有没有想过表态九二共事 没有 他想不想表态何能 没有 他原来要不要表态 这些所有的跟战斗兰站在一起 没有 他完全没有要跟战斗兰在一起 结果你看看 沦落到现在 你看看 你看看赵少康把那些战斗兰立委来 你看他多亲热的 你认为他还有机会再拿绿营的票吗 没有可能了嘛 所以柯文哲不是 不只是拿了蓝营的票 而且最大的功能 会把蓝营的候选人逼到深蓝 深蓝是没有票的 我刚刚讲本土非本土 可是非本土的那个选票里面 深蓝只占了二三十趴而已啊 如果深蓝占了全部的蓝 那赵少康早就选总统了 张亚中早就做国民党主席了 所以深蓝只是国民党的一部分 可是因为柯文哲居然拿了这一部分的票 那原因是在我 差不多两年前开始做柯文哲的选票 就知道原因 他会拿到这一批票 你知道为什么 这一批票叫做赌烂票 就是15年前 20年前 选举的时候流行的一句话 叫赌烂票 怎么叫赌烂票呢 我不是支持他 可是我看他骂民进党 骂得过瘾 我就支持他 有一群深蓝是这样子哦 比如说韩国瑜的支持者 比如说韩国瑜的支持者 他们是怎么 他们是连那个投票啊 都会相信 他连投票 开票都会相信 中选会会做票的那群人呢 那你想想看 他多么痛恨民进党 那看到有人骂民进党 骂那么过瘾 他当然就表示同情 表达支持嘛 所以 何文哲 他最重要的观念 如果 这一次没有何文哲 我这样讲好 反过来讲 大家就更清楚明白 如果没有何文哲 第一 这一次的选战主轴 一定是战争与和平 绝对不会是蓝白和 然后以色列都跟巴勒斯坦打起来了 是 战争的话题在台湾还没有办法发酵 为什么 打起来那天 那个柯文哲跟金普冲 不是 王珊珊跟金普冲要见面 第二 原本没有撼动 国民党基本盘的力量 因为柯文哲 国民党连40%的基本盘都摇动了 所以国民党现在 侯友谊的支持度 连20%都不见得守住 第三 欧跟车 如果没有集中非本土的票 永远不可能当选 那一点大概 所有分析民调的人都知道 然后 简单说 就是本土分裂 是绿营长久执政的唯一保障 它甚至于可以克服什么 你知道不知道 非本土分裂 它甚至于可以克服 百效应 什么叫中百效应 就是民进党执政8年 该轮国民党 执政12年 更该轮国民党 高雄民进党执政16年 当然要换成国民党 所以韩国瑜才有机会当选 这叫中百 就是选民有相当大的一部分 除了那个死忠的两个阵营以外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 就希望改变看看 这叫中百 可是呢 柯文蓝白 不能和 我讲这话是讲未来四年也不会和 等一下我再来告诉你 我预测的未来四年 现在要关心的事情 因为这次选举至少总统部分 已经差不多结束 蓝白 蓝白 不能和的情况之下 中百效应都没有用 为什么 我刚刚说了 绿跟本土跟粉本土 是4045对60或55 如果是现在是45对55 非本土阵营 只要有人拿10%15% 我已经跟你讲了十字以上了 对 阵营就可以继续稳定的执政 更何况 更何况 蓝白 剧烈的斗争 根本还没开始 是 真正的斗争 是这次选完以后 哦 哦 所以因为现在的选举 已经没有什么好分析了 是 是 所以我才 我这也对不起 因为我不是候选人 所以我不会有什么骄傲不骄傲 你赖清德还是努力的在选 我反正不是候选人 可是我从旁观 我很清楚知道 这次总统选举已经结束了 连内委选举 要是同样在高雄 我昨天听到南部的媒体人 其中有一位 他过去在报社也待了非常的久 他反而对于 现在 因为现在的民调 民调可不可信 已经形成两个方向了 美丽岛电子报 跟台湾民意机器会 虽然这里头都有所谓的机构效应 可是这个媒体人 他提出一个他自己的看法 他说呢 柯文哲没有像美丽岛电子报 所做的那么弱 甚至他都认为 柯文哲的当选还是不可能 我不知道 这个看法跟姚老师是截然不同的 要是认为 这场大选支出的结束 他这种幻想从哪里来的 我不晓得你认得了这位朋友幻想 媒体幻想 因为现在两份当然 我不相信 我就算不相信美丽岛的民调 我就算不相信民意机器会的民调 我也不相信汇流的民调 随便什么民调 所以我不管他怎么努力的替柯文哲在那里提供幻想 我希望这个幻想再努力一点 因为柯文哲现在就是这么想的 可是我不要把他讲破 小军 柯文哲现在不跟金普通合作 最重要你知道什么原因 就是他自己觉得他可以当选 否则他怎么会不合作呢 对 对呀 因为我不要去说话 那要是我想请教 你刚刚提到一个部分 跟你之前这有没有矛盾 你说侯柯 如果没有集中非本土的票 是不可能当选的 侯柯必须要集中 对那你先前又提到说 蓝白和等于提早结束 蓝白和等于提早 因为蓝白不会和嘛 这是两件事情嘛 蓝白如果和就好像这样子吧 我如果娶了林志玲 我就会如何不是废话吗 如果蓝白和这不是废话呀 是 我不都讲了我前面已经讲了15分钟蓝白不会和的理由 嗯嗯嗯 主观的客观的不会和 嗯 如果和他们当然有赢的希望啊 你说我已经讲了他们不会和嘛 而且我讲了2028年他们都不会和吧 你怎么不听呢 是但是如果和的结果他们可以集中非本土的票 非本土的票你刚刚特提了有可能 如果和当然大潜艇你认为不会和 对你认为也不会和 我已经讲过了两我已经以前讲过两三次了 一半一半就是从根本没有可能赢到有一半机会赢 不是一定已 好不好 嗯 好吧 嗯 好吧 这里懂了吧 我是一半一半的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